大家好,我是DJ LKS 开个玩笑 电子音乐在国内可能一直都处于一种 大家都在听 但是一直都没有非常了解的一个情况 那与之相伴的就是电音领域里最常见的一个词 DJ DJ在普通人的眼里可能是一个非常炫酷的职业 无论是在夜店,life house,还是音乐节 可能DJ就是整个场子的领导者 观众们要嗨还是要蹦 全凭他手上的动作 那DJ有很多标志性的动作 比如 但各位是否真的深入了解过DJ这些动作都有什么含义 他们的动作如何影响到音乐 以及到底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最近刚上线的某知名电音综艺的选手 让他来为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Let's welcome T-S-A-R Hello 大家好我是ZAR T-S-A-R 然后就是一个在上高中的电音制作人 然后小学的时候开始喜欢电音 然后慢慢听了以后就开始去尝试制作 我是一个比较偏Dubstep的一个制作人 然后如果像Melo的Bass的话 像就是上一首叫一线的 然后如果像Dubstep的话 就是也给音乐联盟做的那个Figure for Ever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就是聊一下DJ 我就想问一下DJ到底是什么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看到台上有一个人在那打 他会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 DJ就是所谓一个 他站在那种演出的那种DJ台上面呢 一直在不停的去接不同的曲子 带给大家就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continuous 对一个mix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听的一首歌就算五分钟 但是当你到比如说夜店里 你一听要听一个晚上 那DJ就是负责把很多的歌 用可能比较统一的风格 然后放一个晚上 大部分他们会用来去接歌 然后做一个mix出来 然后有些可能会是 就是scratch 他们scratch方面很厉害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结合其他的乐器 像launchpad他们去会做一个mash up出来 但他并不是所谓的是某种电音风格 或者说某种音色什么的 对看到在一起前看到网上有蛮多的评论 他会说DJ是一个风格 但是对它不是一个风格 它是一种展现方式 它是一种表演方式 那你能说一下就是所谓的音乐制作人和DJ 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制作人可能会主要拿他们电脑去制作一首音乐来 然后DJ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DJ可能会把音乐去 已经完成的那种成品放到 类似CDJ那些打烈机里边去接好 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mix 就是说白了就是制作人把东西做出来 DJ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 但是不排除就是有的制作人也有DJ的能力 有的DJ也有制作人的能力 OK那接下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DJ在台上他到底能做什么 我们知道他是接歌 但是他在接歌的过程中 他不可能是按一个播放键 就像我们听歌一样就一键播放 但他在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动作 到底是不是都在干什么 他们左右会有一边一个turn table 一个deck 然后大部分来说就是一边放一首曲子 然后从左边接到右边 再从右边接回来 来回这样重复的一个顺序 去把就是不乱一首歌一首歌 去接成一个完整的mix这样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DJ在台上主要两个工作 一个就是把他的不同歌之间让尽量无缝的衔接起来 所以他需要操作 另一个就是他需要在一首歌的之间制造一些趣味 制造一些音效 对 那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一些动作 对 是 OK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实际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类 然后具体的旋转给大家看一下哪个拳钮 当你动到哪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好 就是不是直接放到U盘里边 他就可以放到CDG上面去打 而且就是如果不用RecordBox直接把音乐倒到U盘里边 他那个CDG也是不识别的 他需要有一个对准的这样 看到吗 这种一条一条的他代表他代表每一个beat 他的每个beat要对准 像这种12341234 看到吗 就是每一条红的杠 对上重拍 是一个小节 对 这是每一个小节 然后这里边是每一个beat 他每个beat呢要对准这个波形 像这个呢 像这首曲子他的电脑已经湿热出来 这首歌的BPM是150 然后他可以把这个 把这每一排都对准 那我们这一车检查完 我们检查下一车 出现了 就是这种问题 他有时候看到了 放大仔细看的话 看这个杠和他的kick 这一个波形他是没有对准 可能这个时候这边有左右两个 他可以把整个拍子 往这边左翼 往左翼 对上的这个kick的爆发的这个点 对准了以后就好了 这就是DJ上台前必要的准备 对 这是必要的准备 如果没挑好的话 真的就在台上你会得到 很深的教训 在和很多River嗨之前 这是一个很漫长 又有点无聊的过程 所以每个DJ都要经历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现在 我们这边放好了一个U盘 然后这边也Link好了 Link就是把这边U盘的信息 可以再拷贝到一份 连到这边来 这是一首歌的开头吗 但是那这首歌一共才三分多钟 它到就是buildup的时候 已经要耗费就是半分钟左右了 有些DJ他们可能要直接接到buildup上面去 那可能就需要设置一些跳过的点 就是这里HotQ 我们可以在 在这里可以开始设置一下 放大一些 然后把quantize开开 这样设置的准备一些 好了吧 这样就是在 放大一首 另外一个deck的歌的时候 我这边突然选一个smash 选这首歌进来 然后一点这个 它就可以跳到这一个环节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随便玩玩的话 那我们从第一个buildup开始 音量稍微大 很好 好 我们假如想直接切到这个drop的地方 直接就切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直接切到下一首歌的buildup 我们直接按这个地方 然后就直接切到下一首歌的buildup上 就从第一首歌到第二首歌来说 看我们现在的eq都是好的 我们待会接歌的时候 eq需要的作用 至少是我的话 就是我婚姻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希望bass不要去打架它的低音 那这是我们刚使好的q点 这是直接可以切到buildup的 这是直接可以切到buildup的 这是一个特的 这是一个effect 当然你可以换成这个 这个就是切掉低 这个时候呢就是和大家可以一起riff 这个时候呢就是和大家可以一起riff 所以可以给足够的时间去设置另外一首歌 然后另外一首歌的q点已经设好了 这个地方 准备好 准备好 爱 Hot King 1 然后我们把这一首歌 然后马上就要播这边的歌了 我们先把这边的音乐讨响 然后开始律序见面来看 这个 3 2 1 1 2 1 2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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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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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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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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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2 2 3 2 那种动作放到演出里边去融合观众 这点是ok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DJ他可能会直接去按play键 然后去全场和大家互动 有个直播平台上面看过一个蛮好笑的那种 看到那个DJ他的那个碟机没有接上音频线 然后就是没有接上音频线就在和大家互动那种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太对的 就是他用这种方式他可能自己还没有去完整的了解到 就是DJ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这点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让大家去理解去知道 就是真正的现场演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这个盘子你平时会用吗 盘子的话用来对拍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微调 但是scratch的话大部分DJ都不太就是不会去拿这个盘子 它会有什么效果呢 这就是scratch的 我不是一个scratch DJ所以 ok 然后那那边吧效果那边 效果这边是吗 所以这中间的mixer呢 它可以给你干蛮多好玩的事情 就是 这是一个load 切掉标评的filter 然后这边是切掉地步的filter 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像这样的 还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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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些最常用的 最下面这个推的 这个飞的是吧 这是一个 scratch DJ会用的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part 他们大部分都是 这差不多就是像一个 模拟一个scratch的声音 好的 通过今天这个视频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音乐制作人和DJ之间的区别 以及一个DJ在台上 他往往在干什么 以及他的操作都有什么含义 非常感谢TSAR 然后过几天 在某综艺里面 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表演 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